我们其实全台湾现在在缺水 那民众要知道干净水的代价是什么 台湾正面临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空污也可能雪上加霜 所以你设定我们台湾在2021年9月 开始有汽车 那突然间又要变 年后两天 政府先没面子 政府自己规定 19年的时候就要规定要六期了 国家政策的信赖度会有问题 英文有一句话 房间里的大象 意思是说房间里明明有一只大象 大家却假装看不到 用来比喻事情太复杂太麻烦 干脆选择逃避 视而不见 我们现在正在测这一个龙恩宴底下的这一个水 那比较好的状况像两三年前的时候大概岛电度是200多 因为龙恩宴的水量算大 但是目前每一天能够取的水量不到8万吨 所以呢水测起来整个值也会比较高一点 那目前测出来是390 他们是五位妈妈组成的我要喝干净水联盟 起初因为家中的自来水口感不对劲而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提供给75万新竹人的银雾水 取自中下游的龙恩宴与南亚取水口 水源混合着垃圾水 工业与家庭废水 即便自来水场进化后喝得也不安心 最终他们向监察院递交陈勤案带来了改变 但是鼻色板你学生物的应该知道 你的粉末跟操作时间相关的东西都要注意 所以你累积一段时间之后 你操作方法是对的 你就会知道这中间的差别 市民开始关注水资源论坛 老师们到第一线认识废污污水 将所学融入课程教导学生 而新竹市修法禁止 事业废水排入饮用水上游 新竹县 左手兴建焚化炉处理垃圾山问题 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我们的水 只不过有件事让妈妈们很苦恼 前几年就开始自己在做水资巡手 那我们做水资巡手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困境就是 我们巡手出来的资料该被放在哪里 我们找不到地方放 我们会变成是说 我们巡手的资料只能在我们的粉丝页做公布 妈妈们去年成立河川巡手队 开始制度化采样 固定检测累积数据 想提供背景值给政府 作为检举工厂违法排放废水时的依据 但政府完全好意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水盒子 就可检测水值 比方说他有工部门的水盒子 也透过他的记者会去发布 他做了这些事情 但是这些资料它并不是公开的 环保署研发的水盒子能24小时即时监控水温 荣氧 导电镀与TH值 不久前财力大功 协助台中环保局抓到偷排废水业者 但很抱歉 这数据就是不开放给民众 原因究竟为何 因为对工部门来讲 他们就有一种迷 他们就有一种迷失还干嘛 就你东西它一定要很很正确 或者是很稳定 怎么样它才可以公开 所以它搞不好布了可能一两年了 它资料就这么久了 那边有水 就是要很办法下去 这位野长汉环保署交手的人 名叫徐武龙 创客圈中人称哈霸 是开源工艺环境感测网路 LAS社群的创办人 也是以极低成本打造出空气盒子雏形的工程师 现在空污感测计划有成 LAS社群功不可没 而哈霸想将同一套模式 从空污搬到水污 他们除了研发水盒子 另外想收集数据 建立可快速查询 所在地水值水量的山河事件部 因此开始和工部门要资料 却发现原来真有 不跟彼此讲话的一家人 比方说水利水保它没有合作 你上游不管下游 下游不管上游 或者是你上游的资料你下游拿不到 下游的资料你上游拿不到 它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在结构上是很奇怪 在我们民众的角度来讲更奇怪 我税交给你们 你做个他不用 他做了你不用 这是嫌我钱多的货 每一条河的治理 其实从中央到地方 上游到下游 管理单位就有十多个 但一直以来 彼此各司其之 却不合作沟通 而LAS社群希望扮演桥梁的角色 让工部门对话 幸运的是 社群成员中刚好有水利与水保的同仁 就这样开始了投钱息公司协力计划 当我们想要做一个改变 我觉得把议题丢给别人 不如先我把我自己可做的部分多做一点 道德券说或是邀约请大家来参与 这个还不够 我认为我们习惯必须先做到透明跟公开 我们就当要对他有三个问题 就是开发这个资料是不是使用者他是想要的 第二个 那个开发资料他是在哪里 不同以往 坐在主席位的是哈巴 水利书长与二合局长反而分作两策 象征着专案没有主从关系 在这只有想做事的人 同时哈巴邀来干净水联盟 台湾生态学会等民间企业团体 也跟关心投钱息的人一起分享资源 我们在这里就是把一件小事 比较相对比较小的事情做 但数据资料正确与否 还得走一趟会留点 才知道 比方说水利书给的资料里面有这一笔 水保局给的资料里面没有这一笔 那请问到底是有没有这一笔 那你来探勘的时候 因为你看到了 所以你就知道是有还是没有 一群人到现场探勘 除了帮130多个水利水保 不同调的数据除错整合外 也可各取所需 像水保局参与是因为想了解 下游的图保状况 水利署则是为了解开过往难解的水障问题 我们要先看就是确认地面有哪些大型的取用取水点 把水取走了 我们有些水系很奇怪就是 我们怎么算出来 那个净有吸数会大一点 就流出来的比降下来还多 也到底水跑到哪里去的 找不到 这个秘密就是连负责全台水资源调度的水利署都没有完整数据知道水怎么被运用的 例如农田水利署从未公布他们从水利署那得到的水权是如何分配以实际用量为何 各单位隐藏的数据 让水利署在旱灾期间 难以有效运用完整水资源 因而透过自身示范 想让更多工部门有感 将资料释出 因为专案其实有个美好愿景 未来可能也许也可能导入到AI 当水只有异常的时候 可不可以让大家了解说 它是人为的问题还是天然的问题 所谓人为问题可能是工厂排放废水 造成得出来的污染 我可能就利用这样的数据的手机可以得到预警 AI要能预警污染 进而达到预测并管理 靠水量数据是绝对不够的 这是要成管理水值数据的 环保署 县市环保局 自来水公司等工部门都要加入 事情很难很复杂 但要改变才有变好的机会 为了要达到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 政府大力推动能源转型 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 全台境内有三分之一空污 来自移动污染源 因此让全台约18万5000辆柴油车减少废气排放 成为改善关键 环保署原本在2019年9月1号就要实施 柴油车第六期废气排放标准 新式六期柴油车产生的PM悬浮为例只有五期的一半 但氧化物甚至低剩到五分之一 当时因新车供给尚未到位 加上新冠疫情已经延后两年 来到今年9月实施 没想到相关单位透过立委成情 要求延到明年12月 五六级车价差最高有100万 我也听到100万 国内的经济还是不好的状态下 那你如果这个时候就直接把武器拿掉 反而会让一些老车 我没办法拿掉 那如果现在有五六七 那我们就赶快换了 因为六七块来了 所以我赶快换五七 改成明年或是再两年再来实施 这样是不对的啦 把政府的脸都丢光了 我很用心为国家来减碳来排碳 减低污染的问题 你再打我耳光啊 让那个没有 就是说减好处的人 反而想啊 你说啊 代理荷兰达复汽车的台速汽车 当初政府宣布六七要上路 台湾达复第一个呼应 开始加速赶工修改生产线 光是测试研发花了六千多万 结果今年三月中环保署召开座谈会 讨论要再延期上路 让五六七车继续并行贩售 那如果是你中间喊卡 五七车可以继续再生产 那五七车跟六七车的价差 在这种相衡之下 很多投机者或者顾客的心理 他会回来来五七车 很有可能会在我们地方 怕的是 投机者眼里只看到五七车 售价较便宜 而忽略了六七车 其实除了更环保 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 油的部分 六七车大概比起车大概可以节省百分之十 你一个月相对可以省到两三万块的油钱 那你插的这些钱 我相信两年三年就已经可以赚回来 其实多数车商在政府2016年 宣布六七标准即将上路时 就开始投入生产设备 很多人不清楚 其实改厂后是无法再走回头路 再去生产便宜的五七车 缓冲期若一言再言 未来谁要遵守政府的法规 更遑论减碳 降低台湾空物的压力 站在我们环保的立场 我们倾向的是 我们是如期的实施 但是基本上来讲 这件事情必须综合各方的意见 其他部会的一个意见 然后最后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没有肯定答案 因为环保署还是要尊重交通部 与经济部意见再来决定 只不过欧洲六骑车早在2014年实施 临近的中国韩国也已随后跟进 我们还要多久 那现在的环保署 当然它或许就是 不想要自己自身在这个漩涡中 第一个看双方的角力 或者说在等待行政院 可不可以给它一个指示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无论如何是有被棄了 它应该有的职守 毕竟它为什么要开始订这个六骑车的排名 但主要还是基于这个空气污染防治方面改善的需求 那如果已经言过了一次 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借口去往后言 综合OECD与天下杂志的调查 环境品质在幸福生活指数中排名倒数 干净的水 新鲜的空气是我们生活的基本需求 为什么会是奢求 其实当你要把事情解决的时候 你工工之间要先合力 要不然它根本没有办法把很完整的把民众的诉求做实现 没有法员他们确实是不会主动合作 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法员叫他们不能合作 所以他们其实只要愿意就可以 说了好多年的流域治理 在民间的催化下现在终于露出曙光 环境不该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事情很难 很复杂 但其实房间里的大象你我都看得见 只差一起划出改变的第一步